你聽的是Needy Radio 電影吳資料館 聽聽吧 吳你是過去用菲林拍攝的電影 還是今天用數碼方式記錄的影像 我們看到的動作影像 原理都是通過不同速度 去播放一系列靜止影像 所造成的視覺錯覺 這種視覺錯覺叫做視覺暫留 最早提出這個視覺幻象的理論 是英國物理學家Peter Mark Woggett 在1824年提出的 而這個理論就是Motion Picture的始祖 今天大家手邊 都可能有大大小小的拍攝工具 大致HD Camera 細緻電話手機 都可以幫到大家 成為自己電影的導演 但是在18世紀 製作電影根本不可能 是一件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事 最早出現世界上的電影播放機 有人說是William Logan發明 或者更準確來說 是他在1867年得到專利的影像播放機 Suplexus Group 當然也有人說是攝影教父Edwin Woodbridge發明的 其實真的要計算最早的播放機 應該是17世紀羅馬發明的魔術燈籠 叫燈籠當然有蠟燭 在未有燈籠之前 這部原組播放機 就用蠟燭 將透明片上面的公仔投射出來 夠了 及後到了1891年 大發明家愛迪生的助手 William Kennedy Larry Dickson 借了他老闆的偉大發明電燈膽 再加上摩打、齒輪等 自行發明了一部叫做Kinetograph的攝影機 你便會看到這段影片 你可能會問 不是吧 這樣也有 沒錯 就是這樣也有 其實歷史上還有很多人 為了研製和拍攝播放 作出重大的努力 不過因為時間有限 已經不想你們睡著 這次先說到這裡